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上集說到積田信長在本能治遇刺身亡 但在他遇襲時,積田家的幾大家臣和盟友都不在他身邊 當聽積田信長的死訊後 全部人都急急忙忙地回來 而第一個回到的就是風神秀吉 本來他是在討論毛利家 知道這個消息後,他當機立斷和對手和議 然後馬上撤兵 風神秀吉在幾天之內馬上轉戰 以討賊的名義和明智光守交戰 迅速取得勝利 但這個時候,積田家的主公也死了 而本來可以繼承積田信長的長子 積田信宗也切腹自盡死了 所以整個積田家群龍無首 你一定要找一個繼承人出來 於是積田家坐下來開了一次青州會議 會議上出現了兩大對立的聲音 風神秀吉推舉積田信宗的兒子三法師做家督 而積田家的另一個眾神柴田聖家 推舉積田信長的第三個兒子積田信孝做家督 兩方僵持不下 這個時刻就要看誰的功勞最大 肯定是剛剛幫積田信長報仇有功的風神秀吉 功勞大一點 所以最後大家同意了風神秀吉的提議 青州會議結束之後 風神秀吉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柴田聖家的地位 後來大家都是撒爛臉 開始互吐 但柴田聖家不足風神秀吉 最後他將一些炸藥綁在自己身上 炸死自己 大家可能心想 那這個時刻的德川家康在做什麼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是反對風神秀吉 在公元1584年 積田信長的第二個兒子積田信雄 跟風神秀吉之間出現了一個對立 積田信雄就拉攏了德川家康 去反對風神秀吉 雙方亦開始交戰 有時候是你贏的 有時候是我贏的 但誰都沒有辦法接上風 最後風神秀吉對積田信雄 和德川家康兩人 採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 首先他跟積田信雄講和 令德川家康出師無名 最後要撤兵神服 之後風神秀吉又用了一些方法 令德川家康向他自己清神 好了,搞定家康了 風神秀吉就開始打外面的人 征討了幾個尚未征服的諸侯 即是完成積田信長的遺願 風神秀吉先後出兵 進攻四國、九州 亦逐一降伏了這些地方的割據勢力 到了公元1590年 風神秀吉基本上統一整個日本 在統一日本的這段時間 風神秀吉也積極地進行對朝廷的工作 因為他出身比較低微 別人又叫他猴子 而在階級觀念很重的日本 其實他沒有辦法當將軍 風神秀吉也曾經向十五代莫苦將軍 祝利義超表示過 希望他可以修養自己做養子 讓他的身份可以更合理化 但祝利義超竟然拒絕了他 哼,我才不要那隻貓子 看到莫苦這裡不展示他 他是想搞定朝廷的人 天皇便幫助他 先後封了他做關伯和太政大臣 所以風神秀吉開始衛極人神 亦成為日本實際上最高的統治者 風神秀吉從一個鄉下仔 變成一個日本最高權力擁有者 結束群雄割據的局面 可以說是光宗耀祖 而在他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之後 他仍然不滿足 風神秀吉是一個很有野心的人 他還想征服朝鮮甚至中國 所以之後他兩次進攻朝鮮 而在中朝聯合的對抗下 他兩次都失敗了 風神秀吉沒有辦法實現他的政治野心 在1598年的時候 患了抑鬱症,然後屈屈而終 而他死的時候,他的兒子還很小 所以整個風神家根本上沒有誰能主持大局 德川家康跟飛雲說 機會來了! 他趁機拉攏各方的諸侯勢力 在公元1600年的時候 又打敗了幾個反對他的勢力 終於在公元1603年 德川家康被朝廷任命為 貞儀大將軍 再一次建立了幕府 十年後,德川家康亦以武力消滅了 風神秀吉後人的勢力 自此之後,德川家康完成了 日本的統一大業 因為家康的家庭在江戶 所以亦被稱為江戶莫府 亦開啟了長達260多年的江戶時代 江戶在德川家康之前 就是一個爛鬼城鎮 後來搖身一變成為了幕府所在地 畢竟是日本的政治中心 便開始飛速發展 而在明治維新時 亦改名為東京 在江戶初期 德川家康建立起的 嚴密控制下的政治體制 經過德川秀宗和德川家康兩代的將軍 幕府的統治亦慢慢開始穩定 政治穩定,經濟亦隨之不斷發展 整個社會亦是一片繁榮的景象 但到了江戶時代的中業 幕府的財政陷入了困境 之後他們做了一些經濟改革 但亦沒有在根本上解決問題 到了18世紀的時候 整個地球都在轉變 資本主義的萌芽亦開始產生 亦開始出現新的生產方式 亦在根本上動搖了幕府統治的基礎 因為江戶時代的日本 對外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 嚴禁外國貿易 亦禁止日本與海外有任何交往 只與中國、朝鮮和荷蘭通商 而且通商的範圍亦有所限制 不是到處都可以去 所以這些做法亦影響了整個社會發展 而到了19世紀的中業 在現代化的世界大潮流下 日本延續了將近兩千多年的農業社會 便已經走到盡頭 在公元1853年時 美國人便來了 亦硬打開了日本閉關鎖國的大門 幕府的統治亦進一步動搖 後來日本的有識之士 便開始推翻幕府 亦開啟了明治維新之路 講完 我是陳老師 有空無事 講一下歷史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